歡迎光臨 今天第一歡迎 前對日本政府要將一些 這個學費水埗 要考慮這個事情表示 我們臺灣會造成這個八人的 專家觀察團 然後你就去日本 有哪兒到學徒第一 學電唱 去做實力了解 前對日本學徒第一學電唱 整個月要跟韓川 費水埗在考慮 國際原主任總署IAEA 已經在二月十四到十八月 派調查團整容了解 也猜一派水的見本 要進行獨立分析的嚴重 臺灣雖然正出要做會前往 但並不成功 管理會二十一合正式 臺灣八人觀察團 要去二十三合前往日本 也要去二十五合 到學徒第一學電唱 預計在二十三合 禮拜三 下午三點 三點十五分呢 大紀出發 就後天 是的 我們不敢在第一時間 說明的人除了這個原因以外 還有最大的一個原因 我們怕有些變故 管理會主委謝小欣 也在前往立法院告文委員會進行 入部報告 不過他表示五天的行程 真正工作 是大學一天半 有幾天會到學電唱 實在了解 費水上關協比和熟悉 占對國際原主任總署 IAEA猜疾害罪的見本 在亞動立委 也要求我們聯會觀察團 比較辦理 因為沒有做到這一塊 確定嗎 是的 我們現在最新的 最新的訊息告訴我是這樣 好 但有必要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爭取一下 是的 不過無論接立委 原國司令規 如果要公開八人的名字 都會強調 對觀察團說能打擇 我們兩會回憶 之前農委會還沒有數 看沒有數都有意思要派人 不過透過視訊 列前問題之後 這次先不加急 民進黨立委和新存 是要求觀察團 在回來之後 一個未來要提高報告 繼續你們單撇讀代報報的